這次美國的汽車公會在三大汽車廠裡頭 在福特的部分達成了部分的協議 所以現在整個擴大罷工的主要是針對G1通用汽車 還有針對 Chrysler底下的這個吉普車 Stella Lantus這一家公司進行了擴大罷工 我們來看本週的股價 本週股價部分的福特汽車下跌了1.43% 通用汽車下跌了4.04% 而 Chrysler底下這個吉普車這家 Stella的公司則上漲0.52% 並沒有出現大跌的狀況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